这个男人有多强悍 横向跳跃 在30秒内能跳上千次 1500米的长跑 仅需0.6秒 100吨重的杠铃 他单手就能拒泄 30米的牵球赛 扔出几千米 直接砸烂场馆 2米的重跳测试 一头砸进天花板里 他一点事都没有 打地鼠更是夸张 地鼠都被打突了 机器也被打暴废 拳击起球更夸张了 一拳打出去几十米远 监考老师和重英雄 全都吓得瑟瑟发抖 原来这一场特殊的考试 11684名英雄 参加等级评选 英雄的等级 从高到低分为 S、A、B和C四个等级 只要考试70分以上 英雄协会 就会颁发英雄的执照 从此就能通过 打击邪恶试炼 赚取酬金 下面让伯亚为大家讲讲 看其余老师 能拿到什么等级 好的 秦宇不愧是地球最强男人 他的体能测试 创下历史新地录 禁担了所有人 他和徒弟机械人杰诺斯 参加完考试 回到休息室 杰诺斯的比试和体测 都是满分 被评为S级 其余拉出版装成绩的 眼前的结果 完全在意料之中 杰诺斯表示 老师太强大了 S字体都跟我不一样 面试时 考官有问哪些问题吗 其余一愣 什么面试啊 我都不知道 原来杰诺斯考完试 考官叫他面试 询问进化之家的 这顿实验楼 是不是他摧毁的 杰诺斯承认后 三名面试官都震惊了 杰诺斯当场被评为S级 杰诺斯心想 老师比我还强 肯定直接S级 根本就不用面试 然而其余满脸尴尬 他掏出成绩单 居然才71分 体测满分 比试太辣 等级为C 最垫底的英雄级别 杰诺斯大失一惊 同时才明白过来 刚才五把C的上半部分 看成了S 怪不得字体不一样 其余顿时火冒三丈 你分析个头啊你 接下来 连人去到教室 A级英雄S纳克 宣讲英雄职责 杰诺斯震惊危坐 其余却搅口消糖吹泡泡 还糊了一脸 丝毫没有重视S纳克 这给S纳克留下恶劣的印象 回家路上 其余和杰诺斯分别后 就被S纳克堵住了 S纳克摆好扇动姿态 满脸傲慢 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新人入行第一件事 得先忍受前辈打压 S纳克使出 看家本领蛇行拳 其余都懒得躲 只用了1%的战斗力 就把S纳克打趴下了 嘴巴都打歪了 其余淡然回家 只剩S纳克仰面朝鸟 第二天 杰诺斯拉着其余 来到成交猎谷进行训练 其余并不想这么做 但他毕竟是杰诺斯老师吧 杰诺斯马上开启了战斗模式 火焰猪推去那是火力全开啊 喷出了河水零边之间 他一个突飞猛冲啊 就冲向了其余 接着一朝凌空大脚 其余呢 直接90度下游躲开了 杰诺斯空中来了个手杀 稳住了身体 回声旋转 腿劈其余 结果又被其余老师完美躲避 杰诺斯不甘心的 飞到高空 开启了雷电模式 在火焰猪推起的加持下 发动了核弹攻击 低温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荡起了白米烟雾 其余赶忙躲到了空中 突然浓烟深处火焰炸裂 杰诺斯抬起左臂 放射出了火焰激光炮 直接激烈了山谷 其余依旧毫发无声 杰诺斯使出大手 一关枪扫射拳 对准其余那是一阵猛打呀 接着两手合并 变化出了上百种核武器 放出了绝招焚烧 3000度的火球瞬间就吞噬了一切 然而此刻 一只手拍在杰诺斯肩上 杰诺斯回头一看 竟然是老师 这个速度也太他妈快了吧 其余淡淡表示 结束了 我赢了 杰诺斯非常生气 老师啊 训练的规则是 不要手下留情 打到我无法还手为止 其余看杰诺斯这么认真啊 不展示下实力是不行了呀 其余一个闪现 顺移到杰诺斯面前 杰诺斯当之的冲击机 其余二度闪现 再次顺移到杰诺斯身后 接着绷紧腰部其肉 挥起超级铁拳 杰诺斯当场被震慑住 距离杰诺斯比肩三厘米处 其余停顿下来 铁拳带起的气浪 直接削平了整座山 其余潇洒离去 留下杰诺斯愣在原地 我和老师的差距太大了 地球最强的其余 竟然有一样没有徒弟厉害 那就是拼吃饭 两人去吃乌冬面呀 一人扛着一桶面吃 其余一头栽在桌上 撑到昏厥 杰诺斯干完一桶还没爆 顾客和店老板都惊呆了 这俩人上辈子是饿死鬼吧 接连五天 城市都没有出现坏人 其余待在家里打发时间 杰诺斯记录下 其余的一言一行 扛倒的角度 拿出的手势 我认真学习 其余非常头的 这可怎么办呀 这时 杰诺斯记起一件事 老实啊 C级英雄如果七天内没有抓到坏人 就会被除名 其余大剑 啊 还有这种规定 你怎么不早说呀 其余赶紧穿衣服出去抓坏人 临走前对杰诺斯说呀 你是机械人 身体已经强于普通人类 或许心态的转变 才会让你更强 杰诺斯认真聆听老师教诲 然而这些话呀 都是其余看地上的漫画 临时想到的 其余眼睛一瞟 顺势说下去 你要磨练精神 进入S级前十米 这就是你的奋斗目标 其诺斯越听越振奋 其余却紧张得满头大喊 总算糊弄过去了 其余来到街头 四处狂奔寻找坏人 然而连个小偷都没遇到 今天是最后一个 要是还抓不到坏人 饭碗就得丢了 其余站在街头 祈求上帝佛祖安拉雅呀 赶紧派个坏蛋过来吧 这个男人 有点不知死活 竟然敢挑战 地球最强男人 其余老师 就见其余不慌不忙 接下他的死亡飞镖 男人视其余为 人生最强敌手 今天呀 他要当着世人的面 送其余去极乐世界 然而其余根本顾不上他 扭头就要走 男人火冒散张 这是完全不把我 放在眼里呀 拔车剑就要追上去 对准其余挥剑一惊 其余正在气头上 直接张嘴 表碎剑刃 速度之快 再度震惊男人 原来呀 这个男人叫英苏索尼克 自从在森林里 被其余打爆 小鸟和蛋蛋以后呀 他就发想同事 此生必须几百强 就在这时 路人直向其余 说他满街乱窜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C级英雄背心猛虎出现 大神责问 那个可疑人 我是不是你呀 其余以为 再说索尼克 笑头呀 哎呀你看你 不老是在家带着 惹事了吧 这时 龙主抓住其余脑袋 我说的是你 兔子 其余受到极大打击 表示我也是英雄啊 然而围观群众 并不认识他 突然 三枚手里剑 炸向猛虎 直接把猛虎炸运了 就见索尼克说道呀 他话太多了 其余 跟我一决胜负吧 索尼克飞向半空 使出杀戮乱阵 上百枚手里剑 四处狂轰乱炸 逼迫其余出手 眼看这个小男孩 就要被汽车砸住 关键时刻 其余挺身挡住 救了男孩一命 其余抬头看去 索尼克正四处搞破坏 其余灵光一现 诶 这不就是十足的坏蛋吗 其余瞬移到索尼克身后 劈头一吹 索尼克急速下坠 掉在地上砸出一个人气坑 差点摔成半植物人 其余成功抓获索尼克 完成了美洲任务 抓取坏蛋一鸣 这件事后啊 市民感到极度恐惧 全都搬到了市中心 城郊成了鬼城 只有其余投铁 继续住在鬼城中心 这也太离谱了吧 海带竟然进化成了黑面女妖 在城市里面到处抓男人玩 英雄协会派出A级英雄 弹簧胡子和黄金球 去往城市里进行调查 三人在这条小巷里相遇 黄金球拉起弹弓 射出一枚黄金铁甲球 这球呀 连二十厘米厚的铁板都能秒穿 黑面女妖叠成无线海带 她的海带比太合金还要坚硬 轻松挡下黄金铁甲球 没等黄金球反应过来 就被无线海带缠住了腿 似乎甩飞摔成了重伤 弹簧胡子掏出银剑 直接放出绝招 踏无暴威 银剑瞬间击穿整个小巷 无线海带及时阻开 紧接着就把弹簧胡子 打成了个半残废 无线海带非常适合 A级英雄就这是了呀 正要转身离开 就见远处有人走来 走进一瞧 哟哼 竟然是个秃头 无线海带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秃头啊 叫奇遇 是地球最强男人 就见奇遇一身蓝色休闲衣 拎着购物袋 里面装着几根新鲜的大葱 等到奇遇走过来 无线海带就开始作死了 她伸出八条触手海带 笼向奇遇 奇遇眨眨眼 好像没买海带 下一秒 奇遇就回家煮海带吃 吉诺斯询问奇遇 老师啊 我看门口放着一箱海带 你买这么多做什么呀 奇遇怕说出实情 吓到奇遇 便说出善意的谎言 这是我捡到的 奇遇斯走过来表示 虽然专家常说 吃海带补头发 但事实上 并没有什么医学医学 我查过资料 千真万确 奇遇听着是有苦说不出 这样的头律 真心丢出去 A级英雄弹簧胡子和黄金球 被无限海带打伤入院 英雄协会 立刻派遣更多英雄 去前往鬼城调查 然而 眼前的战斗场景 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珠子 就见这段 五层楼高的教学楼 中间直接破了一个半圆大坑 地上还有残留海带 除此以外 什么信息都没有发现 这种推测呀 鬼城当中藏有魔鬼 能够击败无限海带 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怪物 整座城市陷入了恐慌 而这时的奇遇还不知道 一场危机正在向他靠拢 本期是一拳超人的第五和第六节 其遇老师爱吃乌冬面 本期问题 你喜欢吃什么面呢 发到评论区哦 伯乐喜欢吃泡面 喜欢吃炒面 其他面也都能吃 伯乐在学校 吃一包泡面都不够 一般都是泡两包 而且都是大晚上饿了吃 宿舍里的室友 闻到泡面箱 觉到不睡了 都要起来吃两口 虽然泡两包泡面 到最后呢 伯乐只能吃到一包 我们宿舍也是啊 狼多肉少 两包泡面根本就不够 我们在煮泡面时啊 里面还得加点挂面一起煮 这样才够吃啊 好家伙 你们宿舍都是居家高手啊 这也行 下次我也试试 奇遇老师这么强 都打破纪录了 才给C级 真被奇遇老师名不平安 不过奇遇的实力 早晚碾压所有的英雄 期待奇遇老师下次的表现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的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学习和一级节说 喜欢没收住呢 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